后面还有那个什么MANCE CAI 像这一题其实如果要再跟金姐 如果你假设不要 这个RELAW主要是这一边为True的时候 这边他才跑这一个 也就是这个有点像是他一个开关 由他来 当然你想说这边已经有一幅 这边干嘛还要多一个一幅 所以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倒是可以 假设你不要这个RELAW的话 其实还是一种写法就是 这边呢你干脆如果他整除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不用判断啊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把它print出去啊 他能够整他就不是嘛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可是问题 可是问题其他的话呢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L10 这个呢把它怎么样 搬到上面 但是他目前是不同阶 这一阶跟这一阶有没有 因为他阶层不同嘛 所以怎么办呢 你把这两行选起来 按个TAB键 表示他是同一阶哦 这个阶层在python里面 非常的重要哦 OK 那可是问题来就是说呢 但是你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边输出的话 会有个问题 你这边会break 但是这边不会break 它变成一直输出啦 我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这边输出啊 你会看到输出一个整数 假如52这个应该是OK的 他会在这边break 可是如果今天输入一个11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会一直再继续跑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break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就多增加一个什么了 跑完之后就把它break掉就好了 OK 那这样子 试一下 应该OK啦 如果这边的话把它改 感觉好像程式有没有比较清爽一点呢 好像有清爽一点哦 对不对哦 所以写法很多种 看个人嘛 OK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需要一点时间 怎么改 改完之后还要测试 测试OK才算去完 你不然乱改哦 改简单 可是最后结果不对 那就不行了 另外的话回去哦 给各位一个练习题的 这边有个month CAI 云端上也有 我希望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乱数跑出来 random有没有 从1到12月random出一个英文字 random跑出一个乱数 0到11的一个乱数 取得list里面的一个词 秀出来 那请问是几月 他要能够比对 如果两个match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5 我输入6好了 假设应该5月啦 6答错了 他会怎么样呢 一直 所以这个地方 他会一直跑 直到呢 你答对为止 所以这里好像比较是用fire 比较OK 因为fire后面答对了 他才break 再跳离 可是如果你没有答对的话 他就一直什么 请问你几月 如果我又答错了 他会一直跑 OK 这个还蛮好玩的 因为等于是有点像 你假如你后面有个database 是什么那种 英文英简的啦 或者多译啦 或者什么 那就可以拿来做测验 而且可以把它记录到database 他对错几题嘛 甚至可以计时 如果你说5的话 enter 他就正确答案 OK 可是还蛮好 这里面的话 都是前面教过的 第一个list 你有没有发现 list 这个是什么 中国阿虎嘛 你就把 一月到十二月 如果你一月到十二月 英文不会拼的话 教个一个方法 你就是输入一月 向下填满 就出来了 有没有 你只要会拼 January 一月就可以了 一月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复制 所以你说那个list怎么出来 复制贴过来 前面加上双引号 再加 特别主要 如果你换行这边要加一个反斜线 表示两行是在一起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random range 这个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乱数跑出0到11之间的数字 因为他的位置是0开始 0到11 OK 然后呢 其他用坏 如果他不等于1 就是没有答对的话 就继续跑 坏了 没有 所以程式真的没有几行 而且全部都教过 应该都看得懂吧 OK 所以回去请各位试试看 这还蛮有趣的 很多东西真的我觉得Python最厉害的地方 真的可以让程式变很简单 简洁二要 OK 所以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这个有Mans CI的练习题 那另外呢 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练习题 我们之后再来看好了 那下个礼拜特别注意 下个礼拜我们因为 那个 我 因为我 因为我